几年不见,朕可真想你啊 都2202年了 是谁还在嗑武则天和敌人节的怀赵cp呢 是我 最优秀的猎人往往会以猎武的方式出现 武则天和敌人节的相处日常里 敌人节就是那个掌控一切的猎人 他看似臣服于武赵 却把武赵的喜怒拿捏得死死的 八卦型武赵和萧淑妃王皇后的恩怨情仇时 他毫不避讳 直呼陛下手段毒辣 眼瞅着对面脸色不对 他又及时刹车 言辞间尽是为陛下分忧 武则天对这个机灵鬼也是喜欢得紧啊 毕竟放眼朝堂能跟他频率相同 狡猾而不招人闲的老狐狸可不多了 有誓敌怀英,无誓敌人节 他们好过,他们也吵过 向来雷厉风行的武则天 连亲儿子都傻 却独独给了怀英一个善终 他清楚怀英的心是向着礼堂的 却还是忍不住跟他分享自己心里所有的心思 那天他问 如果有一天我死了,你会如何评价我 怀英谨慎开口,功过参半 我想那一刻两个人都是懂对方